这个头发可能让大家吓一跳 过节回去家里人喝完酒 也没办法就摁着你 非常让你见 离我们这个大石之路好像又更远了一步 没关系再留起来 为了全家的和谐 好几个人 一看你就说你这个头发 也没办法 现在呢这个一出去又反正更让人笑 我们这个病也没说完 爱也没说完 那五分钟嘛 但是我们继续往下说 说这个生死别离也伟大的爱情有很多 那么不是为了某个人 如果这样就太不值得 你又有多了不起 为了更多的人 为了整个社会更大 更长远的事情 这个时候 抛弃自我的这个儿女情长 小爱而为大爱 这才是真爱 才足够伟大 才让大家同情你 支持你 鼓励你 那这个帮助你 才能更好 越来越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 这个求不得 我们八苦当中啊 说这个求不得 实际上也简而概括了这八苦 求求求什么呢 为自己的欲望 人之所欲 如果得不到 那么就苦 就不甘心 就放不下 那人一生被各种的欲望 所牵引 那你说呢 我吃饭 睡觉 这我想这也叫欲望 当然也叫欲望 因为你的这个肉身身体所限 但是呢 这个反而不过度 历代这个 哪一个圣人都理解 因为我们都是人生 人之所需 只要你不过度 不要乱想 动这个心 不动心 那我饿了 我就自然这个胃空了 我就需要吃 那只去所需不去所欲 这也是老子的宗旨 所以呢 人呢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 被各种的 这种牵引的太过度了 所以你就不快乐了 你为了你这个目的 你会 勇往直前 但是这一路上 如果你这个目的 不足够伟大 这个目标 什么叫 伟大 就是说你穷其一生 我还是达不到终点 但是 我这个方向没错 那就值得 值得你甚至于公于善 我们举这个 成语不太恰了 但是这个精神 子子孙孙 就是延续你这一条路 不光是你的路 那如果是你 那是你个人的余 这是大家 每一个人 都应该向往的 什么呢 道 人见人道 效法天道 最终 道都是一样的道 人道跟天道 其实也是一样的 不分天人 就是个道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目标的牵引 初衷 你的初衷 其实就是你的目的 现在人搞不懂 我这个初衷 达不到的结果 你只要付出行动了 用了合适的方法 有这种 任务感 使命感的人 你会感觉到很累 因为你做什么 娱乐呀 很多事情 都要 心里绑着一根绳 反复 走远一点 就给你牵回来 很累 但是没有这个呢 又很迷茫 很快就 迷失在大海 沙漠当中 所以这也是你的选择 那责善固执 该求的也要求 那不得不得我认 我尽力